又到每周四2012前进伦敦的专题 要把时间交给彭宏 彭宏将要与来宾一起讨论 前往伦敦比赛的各国运动员 即将升披的战袍 欢迎来到2012前进伦敦原作会 今天探讨的话题是夏季奥运会各国代表队的夏季运动会的服装 随着奥运会多年来的发展 服装已经成为了除体育赛事之外又一个看点 那么在我们现场有记者陈诚 以及我们娱乐节目主持人周嘉玲 那么现在距离这个奥运会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奥委会 也陆续推出了各代表团的开闭幕式服装和日常穿着的服装 其中还不乏知名设计师亲自操刀的设计之作 而从历史和传统中吸取灵感 则成为设计师们的共识 像我们这次叫伦敦 他们代表队的设计服装据说就是从英国的国旗上面来 没错 没错 因为其实用英国国旗来做灵感 其实一级来起也是一个传统 对很多国家来说 那么这一次英国是主办国 所以他们的服装当然受到很多人的注目 那么他这次是请到知名的设计师Stella McCarthy 那么大家都知道Stella McCarthy 她也是披头4主唱Paul McCarthy的女儿 所以非常的知名 所以大家的眼光就很注意到她的功力如何 那么这一次来看 其实褒贬各有 那么她主要的还是用英国国旗作为灵感 但是她希望能够把她现代化 作为比较抽象的这种诠释 但是她使用的颜色上是比较有这个灰 有这个蓝 有这个白 当然有一定点红 因为既然是英国国旗一定是有白蓝红 但是给人家感觉好像说不够有这种力量的感觉 就是不够像是奥运会这样现代的这种感觉 但她希望能够有更现代的感觉 因为很多人觉得说英国就是比较传统 比较知识 但是人家觉得说好像没有把英国的精神带进去 所以褒贬各有 对 各种各样的就名设计师都会参与到这个服装设计里面来 对 好像说到这个传统跟这个现代的结合 好像是在这个美国队在这方面做的就不错 是吗 对 对 今年美国队的这个服装设计 也是请的这个国际知名的品牌来为她设计的 那她设计的呢 一方面是参考了1948年伦敦奥运会时的这个服装设计的灵感 实际是一个古典的这个复刻版的一个服装 与此同时呢 她又融入了现代的元素 她运用了这个美国国旗的这个红色 蓝色以及这个白色的设计 大家看到这个图片就会发现这个美国的这个服装啊 是非常的优雅 有一个欧洲的风范 与此同时呢 又有一种这个年轻的这个时尚感在里面 感觉好像评价比英国的这个服装稍微好一些 对 在英国服装上颜色上面来讲呢 就会被别人评回说 她的颜色太过的以蓝色为基调的话 太过blue 太过忧伤了 那么这种颜色呢 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运动员们现场的这个发挥 对啊 那你说到这个颜色呀 也这个一定要注意 比如这个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中国队这个入场的时候 采用了这个非常鲜艳的这个红色和这个黄色 对 中国代表对付 但是很多人一看的这个第一感觉 哎呦 这不是一盘蛋炒饭吗 就是这个非常的 这个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就是在开幕式的 一走进来你整个 尤其是当你一个人 一个运动员穿的时候是一种感觉 当你是整个团队穿在一起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所以这个都要考量到 另外男生 女生 不同的设计 然后各种不同的项目 这种种都要考虑到 那我听说像这次伦敦 他们就专门为这个男士也设计了有特别的服装 按照传统仪式来讲 是这个为颁奖的这个送上这个奖牌的一般是有女性 但是伦敦的这个奥运会呢 就开具一个新的方法 就让男士来作为颁奖 送这个奖牌上去的李仪先生 李仪先生 这样一个角色 同时特地设计一套紫色的服装 这个紫色跟金色一向是黄式的这个颜色 不过李仪先生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 可能会是觉得就是非常新 至于说人家觉得说好像会不会太 因为他们觉得说希望能够稍微平衡一下 尤其在这个颁奖典演的时候啊 有男生女生 对不要都是女生出现 对不要都是女孩子 可是现在好像变成说李仪先生有200多名 然后变成女孩子剩下100 男女不太平衡了 又不平衡了 所以我觉得太超过了一点 然后实际上 太确认想要平衡 除了像这种紫色以外 我们觉得像这样这个中国的今天队服 可能也要体现一个中国这个运动大国这个霸气 可能还是会 对说到中国队服要说了 这个中国队队服这个名字啊就非常霸气 是吗 它叫做冠军龙服 好照头啊 今天是龙年嘛 对今天是龙年 所以要用这个 要体现这个我拿奥运冠冠军这样一个气势 那它设计上有跟龙有关系吗 它这个设计好像根据目前所知 是运用了龙的元素 但是在这个 当然这是一个中国的国产的这个品牌 在推这个设计 那它在公布这个设计的时候 非常有意思 它是有一种油爆皮帕半周面的感觉 它终于一个国旗 中国的国旗 盖住了主要的这个花纹的部分 然后只露了一个白色的这个部分 给大家看 所以说现在它说是要在六月底 七月初的时候 才真正公布所有的设计样式 让人家胃口啊 所以它现在还没有再完全公布出这个中国 所以我们还在异测咯 对 还要再知道是个白色 到底这个红旗底下盖下来的这个颜色 这个冠军龙服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们会在前进伦敦的专题中为你们进行进一步的报道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的2012前进伦敦奥运卓会 那么下一集我们节目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有关奥运会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话题讨论 请您别错过 本节目由State Farm 特约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